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这一期呢是想要带给大家一个超级实用的这么一个收纳盒的一个制作过程 可以看到这是我做成的这么一个收纳盒 这个收纳盒呢是由12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纸盒组成而成 然后可以在这个小的收纳盒里面呢可以放非常多的一个我们的小件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 然后做这个收纳盒呢是需要我们一个这样的硬纸盒 然后还需要几张我们这样的一个A4纸 然后这个A4纸呢是大概是就是打硬纸的那么大 然后还需要我们剪刀、胶水和我们的定书机 首先呢是要用我们的A4纸 然后把它折成非常多的一个小块 我不知道之前呢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的视频 然后但是呢这次还是再折一次给大家看 这个A4纸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这个多长多宽 它是一个最普通那个A4纸的大小 就是打印机的时候就是放的那个标准的这个打印纸的一个大小 然后我们现在呢是要把它做成一个正方形 然后就需要把它这边呢给它剪掉 然后现在呢是再把它折过来 对 对 来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现在呢就是按着这个往前折 然后直到它这个刚好是到我们两个折横的处 然后这里呢也是 然后这里是前面是对的是两个 两个这样空间折过来 然后如果我们正确的给它折好之后呢 看起来就是像我这个样子 有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小正方形在这里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要开始剪 然后要把这个两格剪出来 这边呢也要剪两格 刚好是剪出一个正方形的一个两格 然后这里两个两个 然后现在是转一个方向 跟它正好对称的那个方向 剪两个 然后在我们两边就是没有剪的两边 然后要把我们的尖尖角给它折进去 像我这样折两遍 然后把它这边往里面折 这边呢也要往里面折 同样的事情呢 我们再给它做到这边对面来 先把脚折进去 然后呢边边往里面折 这边呢也往里面折 做到这一步呢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快要做好了 然后就看到神奇的一幕又要发生了 然后现在先把它对称过来 这边呢也是把它折过来 折过来之后 就让它这个尖尖角是在里面 做一个装饰 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这样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们一个非常可爱 非常好看的一个小的这样收纳盒呢 就已经做出来了 这里呢我是做了这样12个 然后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小的收纳盒 做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用我们的透明胶 胶水或者是在这里像我一样 用我们这样钉书机 把它钉在一起 现在呢我是要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白色在里面呢 你也可以把它折开来 然后比如说这里你把它放进去了之后 我们这里呢可以再把它尖尖角留出来 尖尖角留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四个尖尖角呢都对在这里面 我是比较喜欢留这个三角形在这里 所以这里我就没有把它给去掉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要把它整理一下 让它能够非常整洁的摆在一起 然后我是做了一个三乘四的这么样一个大盒子 然后每行呢都有四个盒子 我们做三行 然后现在我是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上下两个尖尖角 然后现在呢是要把我们的小的收纳盒 用钉书机给它钉起来 然后我们的这个特别大的这个收纳盒 由12个小收纳盒构成的就已经做好了 在这个小收纳盒里面呢 你可以放上各种各样的小东西 可以这样平铺着用 也可以立起来用 如果要立起来的话呢 就需要在它的后面多加一个硬质刻板 然后我们需要的呢 就是一个非常牢固的硬质刻板 然后把它剪成合适的大小 用我们浇水在这里给它粘上 然后我们的收纳盒呢 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做成了 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纸呢 在这里比较的暗示 你可以用我们钉书机再给它多钉一下 然后我们的收纳盒呢 就像这样已经做好了 我们可以在后面呢 放了这样的硬质壳之后 就可以把它立起来用 然后立在墙上 放在旁边 可以在我们的小格子里面呢 放上任何你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里呢 放上一个我喜欢的一个指甲油 然后还有翠绿色的指甲油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个指甲油都在这里 每个格子呢放一个 然后或者呢 你可以在旁边呢 放上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挂件 小玩偶 然后或者你可以在里面放上 你喜欢的一个 唇膏口红 或者是像我这里 你也可以放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胶带 等等等等 可以把它兜兜全部都摆满 然后摆得非常的丰富 我觉得这个想法呢 或者是做成这样的一个纸盒的 这么一个创意呢 是非常的好 可以帮助我们呢 在生活当中 可以收集更多的一些小东西 让我们的东西呢 是更加的紧紧有条 同时呢 可以方便于我们寻找到 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在手边呢 就可以把它放过来 同时呢这个盒子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自己立起来 然后也可以把它放成这样平铺 平铺的话呢 就可以放进我们的抽屉里 然后这样的话呢 也会非常的牢固一些 然后也会更稳一点 这里呢我的放着抽屉里的横着放的话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全都立起来放 好了 这就已经做好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 这么一个收纳盒 收纳礼盒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打目指 上上的赞 以及呢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当中呢 还有更多相关的有意思的视频 屏幕的下方呢 也非常欢迎你能够留下你宝贵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